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参加了重庆代表团审议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 周永康说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对于更好的依法惩治犯罪 保障人权 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具有重要意义 我完全赞成 周永康指出 去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新成绩 多项经济指标增幅 位居全国前列 五个重庆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城墙面貌发生了新变化 希望认真贯彻中央精神 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发展 毫不动摇地坚持民生优先 毫不动摇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迈出新步伐